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等来这个会计准则 台湾的租赁会计准则公报里头就规定 这两个利率选它比较低的来计算 最低租金给付限值 但是你要承认的这个最低租金给付限值 算出了金额 付账的金额不能大于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 而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 一定是根据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去算出来的公民价值 也就是说出租人呢 他设算他要有多少的报酬率 然后现在这个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有多少 然后根据每一次 看他的这个租赁的期数 然后付款的日期 还有他给付租金的金额来决定 就是来计算出来的他的隐含利率 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说 我的我们说当陈租人要承认 要入账他的租赁资产 但应付租赁款的时候 他的应付租赁款是怎么决定出来的 那台湾会计准则里头就讲二选一 就是乘租人的 这个乘租人的增额借款利率 以及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两个选他比较小的数字 因为他的 他的那个利率比较低 他算算的责限值会比较大 好 这是你从他的负并限值来面 可以有这样的体会 那我们这个算算比较大的金额 要跟我的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来做比较 除非他没有告诉你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 但是如果他没有告诉你 事实上你要知道 你可以算出来的 好 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怎么算 好 先告诉你 我不知道课本上有没有讲 出租人的 好 这个 就是出租人要求的报酬率 就是出租人要求的报酬率 好 是由租资产的公民价值算出来的 我当时是想说比较高 是因为他算出来 我现在就是要 要去举证 好 金额上又比较低的去算 但是你算出来之后比较大 做当时我就想说 我要找那个限值表出来算给大家看 为什么我最后决定的是那样的一个金额 好 所以我就是要找 市立那个例子来做给大家看 是由租资产的公民价值推出来的 这两个一样跟我们的年金不一样 我叫限值 我叫中值 我叫奇数 我也可以算出例率 这四个 我们在讲第四章的时候 有四个数字 我其中知道其中三个数字 第四个数字一定可以推出来 所以这个观点完全一样 我现在就要想做第六章 如果我用10%的增额借款利率去算 那算出来的结果 为什么我最后还是承认 用公民价值入账的原因 好 这是我要算给大家看的 为什么第六章 第六题的时候 我说还是用公民价值 用公民价利率12%去算的原因是什么 好 那所以我们拿市立六来讲 有没有人带负利限制表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市立六的例子 我来做给大家看一下 市立六如果用10%的 然后因为我们它的租金里面 所以有5000块是领约成本 好 所以租租人拿到了64111 其实真正属于它的租金 只有59111 就要根据59111去乘上 我要做 它是期出吗? 没年租金 年初嘛 期出 然后我可以用租五年 最后是四期的10%加1 因为我已经写这样子了 为了不改它 要不然我们之前的写法 其实都一样 因为这边也写得太拥挤了 好吧 就重来 好 因为期出 所以第一次交的59111 我不用去折线 后面的五四期呢 我的利率10%去算 好 我算出 它有个估值 有没有保证残值 估计残值是2万 我现在估且不管 它的估计残值2万 有没有是保证 有 它有保证 它有保证 好 它一定只能小于 因为租赁开始日的 租赁资产公民价值 它一定要是小于25万 我才能够根据这个值算出来 去承认我的应付租赁款 好 我刚刚在讲说 我们的应付租赁款的 折线 的限值怎么算? 基本上是 就是隐含利率跟增额接款利率 比较小的来计算它的折线值 但是我算算这个折线值的金额 又不能大于 这个租赁资产在租赁开始日的公民价值 所以它有两个条件 好 第一个是两个利率选它比较低的 第二个 帅帅值不能大于我的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 因为我的笨都要借租赁资产 如果我承认租资产 这个金额绝对是不能大于它的公民价值 要不然就是高估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拿这个例子来看 如果是利率是10的4期 10的5期 好 看过来是0.620921 好 那如果是负利年金限值的10期的4期 3.169865 好 我们来算一下 如果我根据这样的诗子算出来的金额是多少 5.9111乘上4.169865 加上2万乘上620921 算出来是258903 他是不是比他还大 比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还大 所以我只能承认什么 用租赁资产来承认 因为我说了两个利率比较低的 去算他的折现值 应付租赁款的折现值 但是算出来我要入账的应付租赁款的折现值 又不能大于租赁资产在租赁开始日的公民价值 所以我如果根据10% 比较低的10%去算 算出来是这样的结果 大于他的公民价值25万 所以我只能用这个金额去入账 那我们如果说好 那因为我现在是残租人 我的增额借款利率是10% 所以我就用10%去做贪销 你最后就贪销不完 最后的残值保证残值2万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用12%去算 这样听懂吗?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做给大家看的原因是说 两个我选他比较高的 原因比较高不是一开始我的判断就是选他比较高 而是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我用10%去算 算出来这个金额 比我租赁资产的公理价值还要高 所以我不能用这个金额来承认我的应付租赁款 因为我的分路是借租赁资产再应付租赁款 那换言之我的应付租赁款的限制 就是我的租赁资产要承认的金额 那两个就有冲突 因为公理价值就25万 我只能承认比公理价值还要低 但又不能承认比他还要高 大家听懂吗?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保证残值 好 如果没有那个保证残值 我的应付租赁款就用10%去算了 就用10% 因为如果没有保证残值 我就不用承认这个2万的5期的折限值 不是课文说 只要有隐藏地域就有隐藏地域而已? 对 我现在就回过头来去讲 因为我怕到时候有人看到这句话在哪里呢? 请你看一下课本上面里面 其实他有讲到 我是怕有人会看到这个地方 我先跟大家讲 397页的ROCGAAD资讯铺 397页中间有一个小子 就是台湾的我们的一般公认会计选择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他这边一直讲 是不是两个数字选的比较高的 当作我的什么? 并付租赁款的折限值的计算 对不起 比较低的 好 比较低的去算 但是算出来的金额 他又不能大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所以我前面的算法里面 其实你再回过头405页 好 这边讲 我之前是不是讲 我如果算出来 然后我刚刚第六题 我是不是用12%去算他的折限率? 那我算出来里面 因为我的增额借款利率就有10%而已 所以2%是我的手续费 就是我的405页的中间ROC GAP的资讯铺所讲的 有没有看到? 对 所以现在是 我现在是讲过台湾的会计准则是这样规定 好 台湾的会计准则 我一强调就是台湾的ROC的GAAP 当时我们的讲法是 这两个利率选择比较低的 来算他的应付助力款的折限值 但是算出来的 应付助力款的折限值的金额 又不能大于助力资产的公允价值 所以他有两成的那个门槛要去做 条件要去做筛选 第一个是选择比较低的 第二个 他的资率 算出来的金额 他入账的金额不能大于助力资产的公允价值 就这两个门槛 好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试密给我用12%去算 是因为10%去算出来的结果 是违反了第二个门槛 因为我承认的应付助力款 是不能大于助力资产的公允价值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你讲说用12%去算 是跳过了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恐怕是也不太够 所以用12%去算 算完以后我要告诉你说 我们的分路的写法 依台湾会10%承认利息费用 12% 2%去承认我的手续费 因为他告诉你 我的这个借款利率就10% 所以我的利息费用只能成这样 好 这是台湾之前的规定 当然现在国际配准子的规定 稍有不同 也不是说决然不同 他只是讲第一个 这个借款借款利率 其实在397月那里就有讲 这个正合借款利率有时候是什么 太主观了 好 我们没有在台湾来讲 我们不叫做正合借款利率是什么 财政部规定的非金融业的最高借款利率 非金融业 但你把它有点想起来就不是叫地下钱庄 地下钱庄就不是这样子 他也不会让他合法 只是说不是在银行正常情况之下 借到的利息的利率 好 所以是非金融业的最高借款利率 那他这个东西呢 他有后面就是 为什么国际配准子的说 你只如果你知道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就一律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去算 因为成租人的增和借款利率 有时候是什么 太难判断了 也就是说太难去决定出来了 所以才会说 如果我能够很明确的知道 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我就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去算 好 所以这个地方有点麻烦的是 台湾有台湾的规定 好 就是之前目前来讲 因为我目前来讲 台湾的所谓的租赁会计里头 我看到并没有根据国际会计准则 先去做什么大幅幅的一个 重新发布他的公报 所以我现在针对台湾的会计准则 先去解释一下 但是我说这个解释做出来的结果 跟我们国际会计准则规定里头 没有的处理方式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台湾比较麻烦 规定是 增儿借款利率跟你的隐含利率 二选一 怎么选? 选他比较低的 税出来的金额又不能大于 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 就这样子 台湾的规定是这样 好 但是我如果说我算出来的金额 像这个金额来讲 算出来是比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还高 如果用租赁资产的公民价值入账 那我的计算 我的摊销表 我就必须用12%去算 那我12就回到405页的中间 那个ROCJAP的资讯部里头讲的 超过我增儿借款领域的部分 就是我的手续费 好 这是我台湾会计准则的规定 因为现在国际会计准则 它就比较简单一点说 好 我只要很明确的知道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我就一律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来算 当作它的折现值 然后第二个 既然是这样 我就没有去分什么手续费跟利息费用 全部都是利息费用 就像第六 施力六做的方式一样 它不像我之前给它分手续费是2% 是10%是利息费 是利息费用 没有 它把12%全部都当作利息费用 要看懂吗?好 是 好 如果像私利丘这个利率减少 如果是隐含利率是不是10% 他给的条件就不会是这样 如果他是给10% 但是他算出来就不会是这个 他条件就不会是这样子 有可能 有可能我用隐含利率算出来的 最低租金折现值会小于公允价值 原因是因为出租人有未保证残值 后面我们的例子会再看到 刚刚他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交易上不会出现是 因为出租人他在设算他的报酬的时候 他一定会根据他这个资产的 现在的公允价值 那我说他交这个限制 我分几期 我要求的报酬率是多少 所以我每期要收多少钱 我收的租金会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出租人来讲 一定是站在他要求的报酬率去设计 这样的一个租令合约 好 那我现在先提醒 刚刚有一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也很好 是 我要告诉你喔 就算我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去算 我的应付租资款的折现值 也不见得会等于出租人的 就是算出来的金额也不见得会等于 租资资产的公允价值 原因就在于如果出租人有未保证残值 既然他是未保证残值 他就没有办法要求乘租人要去扛和说 到时候如果不满 这个你退还给我的资产 如果他的价值低于这个金额 Home 我记得有一个例子 那你就要赔偿我 没有 因为出租人 乘租人只保证他保证的部分 未保证的部分是出租人要自行负担 好 自行负担的风险 那个义务他就不能转嫁给成租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有未保证残值的话 我就是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去算我的应付租资款的限值 一定会小于他的公允价值 好 我记得后面有例子 好 后面有例子 好 这是事例六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第一个 这个300 因为我后来想 还是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好 因为397也讲了 我们是两个选他比较低的去算 算出来之后 我们也有第二个门槛 不能高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是两个门槛 那现在活动会计准则就讲 好 我们就以出租人的隐含利率 去算他的责仙值 除非你不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好 要不然的话 我就一日用出租人的隐含利率去算 就是国际会计准则 把这两个不要在那边选来选去的 他直接告诉你就是用隐含利率去算 好 这是原则上是这样 好 这样有没有清楚了 然后再来我们上次有讲说 因为像这个例子 他是期出付款 那期出付款的时候 然后我年底我要算 就是说我要 我还没有我算错利息 所以我是要代替应付利息 还是代替应付租资产 我说其实两个都可以 因为当你颠表的时候 这个都算是你的流动负债 好 其实我们这边后面会再讲 我的应付租资产 因为时间是长的 好 或者是五年 或者甚至十年 或者更长 因为我在做 我在编织我的财务报表的时候 资产负债表里面 我的应付租资产款 既然他又想说 他是五年 他是十年 他就是属于非流动负债了 不对 为什么 下一个会计年度会去分摊的 会去摊销的应付租资产款 就是他的流动负债 然后长以下个年度以后的 才是列为非流动 所以意思是什么 不是所有的 全部的应付距离资产的金额 全部列入非流动负债 而是要去区分 下一个年度会摊销的 我就是流动 再长一点的 才是非流动 好 这是后面资产负债表里头 我会去讲 好 这次第六里面 他把没有 还没有 因为年初付 所以每一个年底 我要承认利息费用的部分 他先承认应付利息 所以我下一个年度在还的时候 我在付这个租金的时候 就一部分是付我的应付利息 一部分是偿还我的应付租资产款 那如果像我上次写法 因为我的贷帮都是应付租资产款 所以我待会我还的时候 我就是直接借应付租资产款 59,111 然后借其他费用 或者是像他这一笔钱什么 维修费等等的 或者是什么税捐的 然后贷现金64111 好 我那时候是写 直接用应付租资产 我用应付租资产款 是因为上个年度 我成年的利息费用的时候 是待寄应付租资产 如果你是待寄应付利息 那你还的时候 就要先还应付利息 然后剩超过的部分 再次还我的应付租资产 他的写法 就跟课本的写法一样 那我说基本上这两个写法 我认为都可以 因为都是属于流动负债 好 因为他现在国立派主人 是没有手具费的 他是把12%的胎胶表 所承认出来的全部都是利息费用 对 不一定 其实有很多例子有可能像以前 因为现在这个书 既然国立派一准的 都是请向于用银行利率去赚 所以他基本上是 未来的赚法 后面的赚法 都是全部用银行利率 那如果你去看之前的 臺灣的壞 就是中泰的书 派定了两个 有可能隐含利率是比较低的 有可能 可是他这样算出来的 他的折现值都不是最低的 他算出来的折现值 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用臺灣的吗 不是因为他不是叫做 最低租金折现值 对啊 所以代表他要算算是比较 那国际方式准的 如果中央有银行利率 就是代表他利率比较高 他算是有折现值 但是我们之前的书里方式 就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选他两个比较低的 来计算最低租金 最低租金折现值 当时候你去看 就是有可能发生的是 隐含利率比我们的 借款利率还要低 但以后这个借款利率 是我可以承认的最高啊 那我可以承认的利息 这个是我的天花板 我在天花板之下可以吧 对吧 我的天花板 我对借款的利息最高是20% 那我一定要借到20% 他如果给我18%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付你20% 有这样吗? 你不会啊 所以这个增额借款利率 或是最高非金融业 财政部规定的 非金融业最高借款利率 就是你最高啊 你不能超过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说 你的最高借款利率 如果是10%的话 你超过的时候 才能用手续费 因为就违反了 因为他已经规定你最高就是10% 你怎么可以超过10%以上的 如果有个利息没有 所以那时候才能叫做手续费 但是你可以成全的金额 你可以借款的金额 这是你的天花板 那你不知道天花板也可以啊 为什么你不可以呢? 就是你可以的最上限 你在上限的底下都可以 好 好 还有一点想到什么? 好 这样子其实真的很好 就表示大家有在思考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这支施例6 好 那施例7期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 施例7呢 我们是不是看一下406页 好 他我们是负注定的时候 负的是94111 395千是负 他的一节费用 那剩下来的才是我的 充我的并付注定款 第一期是蛮简单 因为期出就负 全部充并付注定款 那立即期末 你可以看一下 除了承认折证通之外 那我还有什么? 承认我的立即 非用待继应付立即 最下的年度 我付6111期 属于先是我的所谓的 履约成本之外 其他先还的是应付立即 剩下来的才是还我的 应付注定款 所以我上次讲 如果我根据全部 我是借立即票 如果年底 我的谈调整的时候 我是借立即费用 但应付注定款 下的年度就很简单 我就借履约成本 就是怎么维修备等 然后是借应付注定款 所以你像我们的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在讲调整的时候 就有类似过的交流写法 如果你是 如果我们就讲地言 地言项目调整 你是先寄虚转实 还是寄虚转虚 那你调整就不一样的写法 一样的意思啊 你情绪怎么写? 你后面再做调整的根是怎么做? 那现在的例子是 我今天在调整怎么写? 我后面的清藏 你的分量要跟着做 好 意思是这样 好 这样清楚吗? 所以你希望不要 这个借立即账 应付立即 但下的年度的时候 我把借并付出一块 五万五千一百一席 再现金五万五千一百一席 这个五万五千一百一席 然后是纽约怎么另外算好了? 纽约不行 好 因为你前后的分度要一致 好 大家还没想到其他问题 所以施立七就是把下的 就是差一年出到差二年底的 非多做过一次给大家看 好 如果要问题我们再往下看 就是先把陈朱仁的看完 那施立七呢? 这个施立八就讲 如果朱旗借满 陈朱仁要还祝令资产给出朱仁的时候 那朱仁资产如果到了2万 那就太好了 我们说上次记得吗? 最后开招表 我们最后资产才发生 陈朱仁还是2万 如果我到时候还的时候 这个朱仁物 好 我们再讲施立八 借满偿还 好 贵满 借满 就是朱仁借满的时候 偿还 好 或者吗? 还 还 还 这个朱仁资产 朱仁资产 好 因为呢 我们在差五年底的时候 我已经把我的利息费用 跟我的应付朱仁款 都已经做了调整了嘛 所以最后我是应付朱仁款 还剩2万 好 最后我要把这2万的应付朱仁款 都还给什么? 还给这个陈朱仁 那当然 因为如果像证本上面写 我每次借利息不用带应付利息 如果我跟课本写法一样 好 我如果差五年底 我承认了孕付利息 利息不用再孕付利息 所以下个年度我还的时候 我孕付朱仁款孕付到2万 因为我的2万就是什么 孕付利息交 还没有太交完的孕付朱仁款 才会是2万 所以下个年度我要还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 就是408的408页 好 如果我还的时候 这个助力资产的公平价值也是2万 那对于附租人来讲 他说没有什么额外要还钱付钱的了 所以我的助力资产就要把它冲掉 那原来我的助力资产承认的是25万 所以我要还票 那我甚至没有应付朱仁款 如果按照我上个礼拜的写法 也就是说我年底調整的时候 我直接调整应付朱仁款 那就很简单 因为我就承认什么 剩下2万 然后因为助力资产当时有25万 我保证就产值估计2万左右 用23万去算他的折旧 所以我的累计折旧5年下来 就等于什么 23万 这样就完完吧 就这样就结束了 但我只是说 如果跟特别的写法是 我差5年底的时候 是借利息不用再应付利息 如果是写这个样 那我这边呢 但我完的时候 我的应付利息也要冲掉 那我的应付利息 跟我的应付租利益 这两个加起来是2万 所以如果我有应付利息的话 我的应付租利益 就不会是这个金额吧 就会像课本408也写的 我的应付利息是2143 所以是1817 1787 这两个加起来是不是等于2万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还的时候 我的财 我的这个不还 那时候的入租资产的公里价值 低于2万 那我就保 我现在要保证 看低多少 那对于腾出人来讲 就要什么 付现金还他 好 那他还他的时候呢 其实他还要付现金 所以你就会财 可是你的账上成人的金额是没有变啊 只是这个出租资产要换 那时候的公里价值 你给他超的太累了 所以他的这个正义价值 就低于2万 所以你就会产生 你就要补偿出租人 所以你要付现金 比如说上课本在那边写的 假设这个出租资产 他的公里价值就1万 那我保证2万 至于不够的这个部分 我就知道什么 要付给人家现金1万 要付这1万 就是什么 你的这个注定资产 还还那个损失 就成立的损失科目 就这样子 这样看的话 这是一把写的 那如果你的注定资产的公盈价值 还得12的公盈价值 超过2万呢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一般讲说你还的时候 是低于2万 你说公盈价值只有1万 所以你要付1万 来弥补出租人 收回的这个资产 低于公盈价值 所以你产生了缓缓的损失 那现在又变了很多问题啊 假设我还了之后 这个注定资产的公盈价值 我请人来见价之后 这个多利资产还有2万5千块的价值 比保证产值还高啊 对不对 好 那你想成猪猎会怎么样 猪猎会怎么样 知道我们的问什么吗 如果我还的时候的公盈价值 这个时间点借满 也就是说假设差5年的12月31号 我还的时候 它的公盈价值为2万5千 大驴博的保证产值2万 请问一下会怎样 会怎样 看合约 看合约 合约就是只有几项而已 合约没有讲 如果你缓还的时候的资产的公盈价值 超过保证产值 没有讲这句话 没有讲这后面怎么办 他只有讲当低于保证产值的时候 陈出人要负责 蛤? 虽然最近缓了 你不能陈出人 不能跟陈出人讲说 你保护得很好啊 所以你多数5千块要还给我 没有 他只保证你最低 你可以比他高啊 我只保证你 我只能保证你最低 好 那如果比较高的时候 通常他不会有这种规定 说那超过保证产值部分 那出租人要 要付钱给陈出人 没有这个委屈 所以基本上 朱银合约里头 他是保证 只要求陈出人要保证有这个财集 为什么要这样保证? 就因为希望陈出人 不要想出这个东西 反正到时候我就还给人家 我就给他乱搞 好 常常最近常常的新闻上面 前一阵在讲房子 就这样有二房东 对不对? 也有二房客 好 所以房东也很怕通到二房客 所以他就会跟你 不一定 为什么要租金、押金? 我上次就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要有押金? 好 如果你有善进使用者的 善良的这个义务的话 那房东就不会跟你 也不能做刁难 就不会扣你的押金 但是如果你二房 好 那房东一定会把你的押金扣掉 好 所以这样清楚吗? 所以它规定你最低 没有说你超过会怎么样?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这个商场上面 或者是说 这跟商场也不一定 决然有相关 就是跟你的玉堂生活 或者是你碰到的 比如说你去租房子 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形 都一样的 好 好 到势力八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看势力九看完 他的势力九说 如果借满是 承租人有优惠的承负权 刚刚是你有保证财食 你到时候要还给租租人 租租人要求你要保证财食 那现在这个势力九呢? 是说 好 没有那个 没有保证财食不知道 他说同势力六跟七 正是 他诸其戒满有优惠的成购权 那因为他有优惠的成购权 所以就没有保证财食的约定 反正多优惠 优惠那就是意知之说 你不买 你太笨了 你要说 这个东西我好像已经用了 我没有用了 我没有再使用它的意义了 好 没关系 我给你很低的价格 多低 低到你拿 付了钱买到 再卖出自己都有利 这个才叫优惠 所以优惠就是意知之说 你不买 你都会觉得跟自己过利不去的 跟心态比过利不去的 那就是够优惠 那既然这样就没有保证财食 然后优惠的认购价格是2万 好 那如果优惠价格是2万 好 跟保证财食类似 好 因为你有优惠的认购价格 所以我最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一下 我在X5年的12月3期號 好 我的应付付利患 就是加上应付利息还是2万 所以这个地方没变 好 因为你这个资产你就是买回来 因为他可以用6年 所以这个时候 你这个地方 就不会把租赁资产这个时候充掉 但是你会换 因为本来你会从租赁资产的科目 转为你一般正常的机器设备 好 租赁资产是一个科目啊 那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是我更加租赁资产买的 而且如果我买了之后 我这个租赁资产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调整从这边他的科目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408页 如果不是保证财值 而是你有优惠的认购价格 那认购的价格是2万 所以因此到我X5年底的时候 你不用还我这个资产 你只要付我2万块 所以你就带现金2万 408页的例子 好 那我刚刚讲的 原来我路上的时候 还是叫做租赁资产 那因为你已经变了 然后买回来 变成是你的资产了 所以你的分路 你就要写成租赁资产 冲掉 改为这个原来是买什么 原来是什么 机器设备 那就是机器设备 大家看懂吗? 好 那但是这个地方 我的折就不一样了 既然这个东西 到时候我 好 回过来是第6 看一下 他说 这个机器可以不用6年 6年之后 没有残值 如果他有优惠认购权 那我到时候就已经决定过 我基甘人讲 怎么优惠 优惠到你一定会嘛 所以 当然是这种情况之下 你到时候持有这个资产 就会是6年 因此你的折就 就用6年去算 所以是25万 好 因为6年之后残值是0 所以我25万除以6 每年承认的折就 就是41667 知道了 如果我是施力9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累计折就不是23万 因为我在差一年的1月1号 去做这个承租的合约的时候 租赢合约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 差5年期满 我一定会给他买 付2万块去买 就等于是我持有这个资产 不是5年而是6年 所以我的折就费用 就是25万去减残值 处理6 所以我每年承认的折就费用 是41667 这是我的折就费用 每年 那我现在到差5年底 承认5年 所以这个金额乘上5年 所以到差5年底 我承认这个折就费用 乘上5 好 所以是208333 41667乘5 所以是208335 因为有四十五度了 他这边是333 好 一樣 好 因为他这边是不是整数 666.666 好 这样子写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 你会等于3 如果写41667的话 他算算是208335 差2块钱 好 那我只是跟你讲说 因为当时我可以把 所以这个助力资产 我的折就年限就6年 所以最后一年 我把这个助力资产改为 重分类为我的基金设备的时候 他的累计折就跟着调整 他调整的时候 他的金额就是23万 因为他当时候提裂折就的时候 是用6年去提裂的 因为这个资产可以用6年 这样清楚吗? 好 所以最后408月 为什么会把助力资产的累计折就 是208333 而不是23万? 这样看懂吗? 这样好清楚吗? 好 所以到时候 你一定会持有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用他的耐用年限 那如果诸期见满 你必须还给这个残租人的 那你就是什么? 用你的租赁期年数 租赁的年数 来算你的责交费用 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清楚了吗? 好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才会抱有的表达 因为不租赁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特别上面讲 如果我是下个年度就会还的 我就列为流动负债 那长于一年之后的呢? 我就是非流动 所以拿差一年 我们用这个406月的摊销表 你可以看我的应付助力款 这个是写差一年的年底 好 差一年的年底呢? 我下一个年度会还的 应付助力还的是36204 那因为我有一个应付利息 好 看懂吗? 好 应付利息那边是流动 然后我的应付助力款 下个年度会贪销的也是流动 那长于一年以后的 我才是非流动 是409月的写的 查物报表上面 对于应付助力款 你怎么去报道? 因为如果应付助力款 虽然你的时间是那么长 可是我下个年度我要贪销 那下个年度要贪销的金额 它就算是流动负债 大家看懂吗? 400人有业写的 就其实就是我刚刚讲 并付助力款 这个科目你要分流动跟非流动 好 那其他接路之前就看一下 你付利合约有几个点 你就要稍微在你的 付助接路里去讲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其他接路的实项 你可以看一下就好 好 这是陈朱人 比较简单 可以吗? 他做一种叫做融资助力 好 资等助力之前 它有两个名词 好 那做陈朱人来讲 他就是很单纯的 好 陈朱人做一种融资助力 他对初朱人来讲 可能就不一样哦 好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看 初朱人的幻金主力的座 好 先休息一下